欢迎大家收看我的Glog 也就是记录我的游戏日常的视频节目哦 说实话 本来我都已经不再准备玩这个 剑版的植物大战僵尸了 因为根本见不到我啊 那上期视频呢 我看到大家其实又挺想看我继续玩下去的 所以呢 今天我就准备再看看啊 往后玩一玩 看看后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很剑的僵尸等着我 开始我们今天的挑战 走起 上来这些迷雾范围不大 不用太在意 嗯 喂 这个僵尸 我去 它怎么会闪现啊 来不住了 丢车也是种发展 嗯 怎么又来 我去 它闪现不用CD的吗 这怎么挡得住啊 还来 这也太多了吧 打不到 只能砸了 我去 又闪现 这个架势要怎么的 好歹能冰一下 再不新就只能用大嘴花了 后面完全抖不住啊 哇 它炸我一下 我也好心疼啊 好歹这关就一波 最后上个回避过 管你带多少个闪现呢 这把开始有路灯了 还是蛮好用的 大爷只要恐慌 问题就不大 我去 这个怎么没炸死 快点快点 有惊无险 这会儿有点艰难了 太阳都要没了 请住啊 好在撑到了最后一波 直接炸 喂 我都炸了 你还要我怎么样 好在还有其他后路 搞定 这个星球僵尸是咋回事啊 它是个搬运工吗 喂 怎么来不停了 开了我就这样 这谁顶得住啊 完了 都快上面了 这样打死一个也根本没用啊 它简直是不停地来啊 我怎么打嘛 飞上仙人掌了 我去仙人掌才是最菜的 我吸了它的血 好在这关短 现在有电风扇了 妥妥不要仙人掌 我去怎么又来 还来 这个水池也太凶险了吧 人本没空发展啊 对了 试试电风扇 我去 这电风扇有啥用啊 奇袖僵尸毫无反应啊 再吹一次 倒火呢吧 这电风扇就是犯了个屁吧 完了 水里还有 实在是顶不住了 这关关键是海豚僵尸太多了啊 都来我家勇士下饺子吗 过去还来 气球僵尸我觉得得靠坚果挡着了 感觉比肩膜扇强多了 这把看着就很有戏 哇 这些气球僵尸也太多了吧 但是坚果的滴滴好慢啊 顶住啊 快到最后了 娃娃交给你了 过去你又演我啊 你就不能打快点嘛 这可以玩了吗 赶紧一扎 他又开八个了 天助火云 稳住 变一个辣椒炸 过去 什么又来一个 不是吧 有八个帮我我都能输 这玩意怎么突然就难起来了呢 你们说说 这是谁挡得住啊 这次我带了三个炸弹炸气球僵尸 两个奸我来挡他运送的僵尸 不怕没CD 哼 逼老娘我针对你 最后一站 总算过去了 这只猫猫一直是我的最爱 就是有点贵的 哦 no 怎么又被闪了 赶紧发运 应该还是可以的 喂 猫猫 你们快打这个家伙 哎呦 自带闪现是真的烦 好在这把成功发展了起来 刚才明显是我大意了 嗯 这家伙跳得有点高啊 多亏我放了个路灯 否则都不知道你那么跳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感觉这家伙也不能放 必须谨慎一点 给你们看个厉害的 我招惑的大爷 竟然在水上飘 你敢信 我去 这家伙跳好快 哦 no 还是要靠洒打蛋 因为就算是大爷 也顶住那么多 气球僵尸的搬运 看 我的猫猫大军已经成型了 见谁炸谁 你们这些气球 不是恨你又P吗 啊 再来哦 搞定 大关虽然电闪在你 但随便摆其实都行 而且我发现 这个版本的樱桃 看起来还是挺猛的 虽然 虽然也可能是因为 他给的多哦 这次嘛 倒是确实被难到了 一下下 不过也就只有 一下下而已嘛 也许呢 这个版本后面的难度 真的会提高 所以大家如果想到后续的话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哦 也欢迎大家 给我推荐其他的游戏 让我去挑战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啊对了 西瓜视频最近上线了 Glog我的游戏日常的活动 只需要记录下你的游戏日常 然后经过简单的加工 就可以完成一幅 专属于你的游戏Glog 投稿还可以 瓜分28万的活动 专属奖金 还不赶紧 开起来